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我現在呢 人在巴黎 然後我想要拍一個 因為這個浴室實在太漂亮 你看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想要藉這個機會呢 趕快拍一個 我早上起床到化妝的morning routine 那第一步呢 我不會洗臉 因為我的臉呢 是比較偏乾的 所以如果你的臉起床 你不會覺得太油的話呢 就不建議洗臉 我會直接用化妝水 那如果你是油肌的話呢 你早上起床如果滿臉油管 那就拜託 你一定要用那個洗面乳洗臉喔 就是這個是要依膚質而定的 那我第一步呢 不洗臉的第一步 我會拿一片化妝棉 就是這樣子 化妝棉 然後這化妝棉呢 我是用阿努比用的 然後再搭配化妝水 那化妝水呢 我現在用的這個是亞斯蘭大的原生露 那平常我會用的 可能是亞斯的原生露 或者是那個 Dark Fun的那個粉紅瓶的化妝水 那你非常的不會過敏 所以就是什麼膚質的人都可以用 然後原生露呢 也是沒有酒精也不會過敏 可是原生露它是比較保濕的 所以我第一步呢 就是會先把我的臉 都用這個這樣擦過一遍 把一些臉上的髒東西擦掉 同時呢 也可以保濕 好 那化妝水擦完了第二步呢 我會擦精華 那通常我會擦的精華呢 有兩個 一個是就是雪花秀的潤皂精華 一個是小中品 那我先來說一下 我覺得這兩瓶呢 真的都非常的適合敏感肌 因為它們都沒有加酒精 然後我覺得潤皂呢 是比較不保濕 應該說如果你的臉比較乾的話呢 我就推薦小中品 然後潤皂是 它很快就吸收非常的清爽 我後來才發現有些人覺得它名字 潤皂挺想像 很油啊 很什麼 它其實非常的清爽 吸收得很快 所以我就是看我當天覺得 喔 臉比較乾就用小中 那臉其實不乾的話呢 就用這個 那我今天呢 就想要用一下這個 就 不知為何 可能我懷念它的味道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 就我很喜歡那一種 呃 它有一點點中藥味 可是不是那種臭的 是很療癒的中藥味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個 小樣的這個潤皂精華 就直接擦在臉上 那等潤皂精華吸收了以後呢 擦這一瓶 這一瓶呢 我真的很愛我兩瓶 這就是資深糖的美肌乳 你看它側面被我用到非常的扁 這個美肌乳呢 就是結合了乳液加防曬 因為通常你早上起來都還要擦乳液等乳液吸收 然後再擦防曬 就兩個步驟 可是你這個擦一個就好了 就其實擦完化妝水就可以擦它了 可是因為我還想要有那個精華 所以我就加了小中或是潤皂這樣子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原文這個金色呢 金色是裡面沒有加酒精的 然後比較保濕的 推薦給乾肌使用 然後它有一個粉紅色 它粉紅色那個是美白 是比較清爽 適合夏天用 然後那個裡面就有含酒精 它這個真的 我自己覺得很保濕 然後也很好用 所以我就是每天早上都會用它 然後我也覺得很方便 所以我也有買給我媽 我媽也有用 因為你知道媽媽他們就是 他們會擦乳液 他們會覺得臉乾 可是他們不會擦防曬 就覺得懶吧 所以我就覺得 哇這個一條這樣子結合在一起 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推薦 週年輕的時候買 因為週年輕的時候有打九折 跟日本的價錢呢 其實是差不多 甚至是比日本還要便宜一點的 好 然後擦完美肌乳以後呢 我會等它吸收 我不會馬上就擦那個粉底液 那現在呢 我來噴一下香水 我這次帶來 這裡的這一瓶 是我之前在那個 桃園機場買的 JOMALON他們家新出的 那個什麼蜂蜜 每個人聞到這個味道 都覺得 哇你今天好好吃的味道 是真的就是讓人家覺得很溫暖 肚子很餓的一個味道 這個我超愛 然後我因為 一般人噴香水有很多種噴法 有些人會噴在空中這樣走過去 那因為我自己呢 本身就是一個 蠻小氣的人 就我不想要 浪費任何一滴 就是消失在空中的香水 所以通常呢 我就會這樣噴三下 然後這一個呢 我知道很多 就我自己很多瓶 JOMALON的香水 那JOMALON他們家的香水 我覺得一個缺點 就是他們家的香水 其實不太持久 可是這一系列就是那個 麥 就叫什麼 麥子系列的 就是這種設計的評審 是比較持久的 我可以用到晚上 身上都還有一點味道 好 那接下來要上粉底液了 我來給你們看 我這次 帶來 巴黎的兩款粉底液 就是我很愛的 第一款呢 就我等一下要擦這個 LAME他們家的 這個叫做什麼 反正就是這一瓶粉底液 這個粉底液呢 它就是 適合你膚況好的時候擦 就它會讓你覺得 哇皮膚變得更好 完全不會有厚粉感 所以這一瓶呢 我不推薦給臉上瑕疵多的人 如果你想要遮瑕力高的呢 就不要找它 因為它遮瑕力都不用很高 我發現這種很貴的貴婦底妝 他們遮瑕力有非常的不高 我覺得可能是貴婦非常害怕厚粉感吧 那接下來呢 這一個我也有帶 就是其實我前兩天都用這一個厚的氣墊 這個我真的很愛它 它是非常滋潤的氣墊 它適合給臉比較乾的人 所以我只要到 去國外出山 因為國外比如說 日本啊韓國 都比較乾 所以我都會帶它 它已經快要被我用完了 好險的符號 一個瑞可以換 就是它就是拍起來呢 等一下 我打開給你們看 這樣 它拍起來非常的亮 它就是又遮瑕又亮 我每次一拍都覺得 哇就是 好亮好遮瑕 然後而且它的那個妝感呢 是很美很無瑕 而且又超快 一下子就上完妝 所以我趕時間的時候 結果差不多三分鐘就拍完了 什麼坐計程車等公車 什麼啪啪啪啪啪拍完 就是你不用擔心 就我每次時間不夠 就是出差 有時候會很趕 時間不夠呢 我用這個 這真的超好用的 推薦給乾肌的人 就是偏乾肌 或者是台灣的冬天 夏天呢不要用 夏天用它 在台灣你絕對會脫妝 因為它是比較滋潤型的 好那我現在呢 來現在用這個 藍麵他們家的這個粉底液 而且啊 我發現我這次超醜 我忘記帶粉底刷 然後 最重要的是 我忘記帶眼線液 還有睫毛膏 我還帶了兩盤 三盤眼影 那等於我什麼東西都不能畫 因為 就沒有眼線也沒有睫毛膏 畫眼影就超怪 我也不知道自己帶唇什麼 可能我太緊張了 難怪我覺得出門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我好像什麼東西沒有帶 我就心裡不踏實 結果就是果然 忘記眼線液 跟睫毛膏了 好這款呢 用手就可以輕鬆推開 所以沒有帶粉底刷也就還好 還有你的雙手 然後這一款呢 為什麼我會選擇帶這一款 第一是因為 我覺得我最近的膚況很好 就是臉上的瑕疵比較少了以後呢 就非常的適合這一款 它就會讓你完全沒有粉感 然後整個貼妝貼在你的皮膚上 就是我害怕厚粉感的人 千萬要用用看這一瓶 它真的很 很自然 很像你的第二層肌膚這樣子 然後遮瑕力的確是沒有很好 所以我還會另外再用遮瑕膏 因為我想要 最近想要追求的是一種 假裝自己天生麗質的好膚質 所以不想要讓人家看到我的臉上有粉痕 喔現在閒聊時間 就我自己就是 有兩種情形 你覺得你會選哪一個 第一個就是 你的臉 就是喔 妝就是很完整 就可能百分之百的妝 就是無瑕的那種 假裝是 我覺得這個的代表就是那個什麼 粉持久 我覺得粉持久它的那個粉感就是這樣的 無瑕然後持久 然後可是大家就看得出來 喔你有化妝 然後我最近在追求的是一個 讓大家覺得欸你有化妝嗎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可是皮膚超好的 就是讓人家感覺出來的這種 嗯 狀態就是 因為我最近就是去做那個雪花秀的SPA 就是臉部SPA 我真的做完以後真的我臉發亮了一個禮拜 所以我就覺得好開心 因為我臉已經很久沒有發亮了 可是 就我跟我的那個美容編輯啊 就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他會說雪花秀的SPA呢 事物是比較適合臉比較偏乾的人 因為像我臉偏乾做完以後 因為他會用那個人參油 所以做完以後 哇我臉其實很亮 可是他做完以後就包抖 所以我是自己好像覺得 喔臉比較乾的人適合 那如果你本身是比較 會長痘痘的臉比較油的人的話呢 就不適合 好 那我的粉底呢 就上完了 看起來就是好像 拉近一點你們看 看起來好像有上跟眉上一樣 可是 就是有一種嗯 嗯 這好像是你本身素顏 就是 欸你今天素顏嗎 就長這樣嗎 其實不是我已經擦了粉底液 就是這種 我想要追求的是這個感覺 不追求無瑕 追求自然 假裝皮膚很好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要上那個遮瑕膏 然後我這次帶來的這個遮瑕膏呢 是那個 Too Faced Born This Way 因為這一支遮瑕呢 它比較 呃 我覺得它比較保濕一點 然後也不會有厚粉感 所以它的遮瑕力呢 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我覺得它遮瑕力大概六七成左右吧 我覺得我現在臉的皮膚其實沒有問題 主要的問題 是水腫 我臉腫呢 超像浮濕的 我的媽呀 我好期待等一下的早餐 因為聽說他們的早餐很厲害 好 臉上稍微遮了一咪咪 這個斑 先放著 因為 有一個撇步 就是如果你想要遮一堆 你知道比較厚重的斑的時候 像這個痘疤這種頑固的東西 你就這樣點著 給它放個三五分鐘 讓這個遮瑕呢 稍微乾掉以後 然後你在拍就覺得 嗯 它真的就有點卡在那個 你的痘痘上 所以就是很遮 不會被你推掉 好那現在呢 我要介紹我今天用的這個蜜粉 蜜粉是它Make Up For Ever的 這個 然後蜜粉刷呢 就是我愛用的白鳳糖 那我為什麼會選Make Up For Ever 是因為我覺得 Make Up For Ever是 比較適合乾肌 可是又有控油能力的蜜粉 因為有一些 比如說像海洋拉娜的蜜粉 雖然粉質非常好 很氣我愛 可是它其實 因為它是適合臉很乾的人嘛 所以它其實沒有很控油 然後這一款呢 就是我覺得比較乾好的 就是 喔又有控到油 可是又不會讓 覺得臉太乾 好 然後現在我把這個臉上的 臉上的這個遮瑕給拍掉 就讓我的這個 斑不要太明顯 雖然看起來我好像會比總值 好好笑 其實我只是在拍開我的遮瑕 好 那遮瑕拍完了以後呢 就繼續來上蜜粉 好那蜜粉上完以後 接下來要上的是腮紅 我這次呢 帶了腮紅 你們猜是什麼 我這次帶了三顆腮紅 都是小花 叮叮 這一顆呢是Nude 這我都會用來修容 因為我臉比較白的關係 那如果比較健康色人呢 可以很優雅的 就像在一般的腮紅部位 看起來就是很美很優雅 可是因為 我覺得這顏色對我剛好 就是可以當那個修容 所以我都會把它 微微的刷在這個側邊的地方 結果我發現 歐美人士跟 亞洲人追求不一樣 歐美人士他們好像追求 看起來很健康性感 可是亞洲人就是要追求 很可愛啊什麼 看起來很年輕 對 就是我覺得 亞洲人很追求 看起來年輕 這件事 好 那接下來用的是這一顆 什麼 Heather 14號 這個呢 它不是很粉 因為我有帶另外一顆 另外一顆呢是Pink Pop 就是正常 就是很中庸 不是中庸 就是很正的一顆Pink 粉紅色 然後這個你看 就是它是比較成熟 因為它顏色比較暗 帶有一點點豆沙的一個粉 也是為了想要讓自己看起來 成熟一點 就是讓他們 因為 你知道外國人都會覺得 亞洲人看起來很年輕很年輕 像小妹妹 可是我就是不想要被當成小妹妹 所以我才想要就是 花一點 成熟的妝 讓別人就是 泰銖 我每次呢 穿上那個腮紅以後 我的這個斑又會出來 因為我的遮瑕又會被我擦掉 所以呢 好險我有帶這個 登登 這個呢 是Addiction 他們家的遮瑕膏 遮瑕力很強 好 你看 斑比較不明顯 那接下來打亮呢 我帶的是這一個 Charlotte Array的 然後我也發現 我又忘記帶東西 我忘記帶我打亮刷 所以我就先用腮紅刷 就把腮紅刷壓扁吧 就這樣 讓它變得扁一點 然後再刷在 這個臉頰上 我這樣是個稱職的 美妝 美妝 波波克嗎 美妝YouTuber嗎 就這樣嗎 欸 有亮了欸 不錯不錯 好 那接下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鼻影 用這個 PALADIO的 鼻影 加上 瘦瘦狼55號 鼻影刷 欸 我不知道它是55號 反正你就打瘦瘦狼 鼻影刷 再下品 就買得到 一支才五六十塊 它真的很適合畫鼻影 然後鼻影啊 我覺得鼻影很重要的地方是 鼻影可以畫到這裡 你看 眉毛的地方也可以畫到鼻影喔 這樣子會覺得 哇 跟你的眉毛融為一體更加自然 給你們看 是不是有差 是不是這邊深邃度整個 上升 這邊 來上一下 好你看 這是我這裡 三根整個跑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來沾一下這個 沾一下打亮 然後用手畫在三根的部位 是不是我的三根出來了 蠻自然的 不錯不錯 眉毛我現在用的產品有兩個 這個一個是止唇鏽五四刀 一個是benefit的眉筆 因為我發現他們真的各是其質 就是這個五四刀呢 好我先來說明一下我怎麼畫 好一開始呢先用這個benefit的眉刷 把它刷好以後 用五四刀來畫眉頭 五四刀的強項就是你用它來畫眉型 會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加上它的顏色很自然 可是對我來說就是缺點是 因為你看 我眉尾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用五四刀來畫眉尾就會太淡 就會 就是畫得不好 所以我就會用比較濃的benefit 因為benefit它就是很好上色很濃 可是因為太濃的關係 拿來畫眉頭就會 覺得有一點生硬 太深太濃不自然的感覺 好眉頭 如果覺得不自然就用這個刷把它刷自然一點 然後接下來呢 還是一樣用五四刀 來描繪 描繪 描繪眉尾的部分 然後你看五四刀畫出來眉尾比較淡 所以我就會用benefit這一個 來填補 好那兩邊的眉毛畫好以後接下來我要擦唇膏 我擦這個唇膏是ysl的新色91號 這顏色真的真的蠻好看對不對 一擦上去就覺得哇整個氣色都來了 就不會太紅 可是又夠紅 還不錯的顏色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頭髮的部分啦 給你們看一下 頭髮 我其實早上解頭 頭髮都長這樣子 我來找一下梳子 先把我的這個梳子 先把我的這個梳一下 欸我的梳子呢在這 好 然後剛剛你們聽到嗶嗶嗶嗶的聲音 就是我的梳子夾的聲音 就是用梳子夾來整理一下我的瀏海 然後這個梳子夾是我最近才剛買的 它很厲害 因為這個梳子夾呢 就是你擦上擦頭打開開關以後 只要25秒它就可以開始那個 就預熱完成就可以開始弄 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用這樣的扁出 把瀏海梳順 就可以直接用梳子夾 第一次呢我就直接平平的這樣子 把它拉順 因為我本來是亂翹的 所以第一次呢 我只追求先把它拉順 好 那第二次呢 我會這樣子 拉順的時候最後 給它微彎一下 你看 微彎 有沒有 像有一點微彎 然後 把瀏海拉開 這樣子 就是一個比較正常一點的瀏海 可是 我會追求 再彎一點 因為你知道瀏海後來會變直嘛 所以後來呢 我就把它 弄得比較 誇張彎 誇張彎以後 就是其實你到 就是你整天都可以維持一個 比較好的彎度 不然它就是會直掉 我覺得直掉就 蠻不好看的 然後誇張彎呢 你看這樣好像很呆 可是有時候呢 你就把它稍微的 就是給它 剝一個 蓬鬆一點 這樣子 就 比較可愛一點點 就是這個瀏海 等它平一點以後 就很簡單 只要幾秒就好了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像我今天就太早起 六點多洗床 時間很多 我就會稍微把這個 乏味的地方 燙完 感覺比較俏皮 可愛 這樣 有沒有就是 可愛玩玩感 好 那頭髮炭好了以後呢 最後呢我會加上一個這個 定妝噴霧 我剛剛已經有擦蜜粉定妝了 只是 因為這裡比較乾 所以我擦完蜜粉 還是會覺得臉乾乾的 所以我就會再噴上這個 定妝噴霧 然後這個是 就是克蘭斯的一個什麼 玫瑰水的定妝噴霧 好這瓶呢它真的有非常認真的玫瑰的味道 好 而且它的噴霧的水呢 非常細 就是很細很細的水 然後就是螢幕盤起來很療癒 喜歡玫瑰人 可以去噴噴看 因為它是真的玫瑰的味道 就很香 好啦 那我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 或者是我的morning routine 就完成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可以留言跟我聊天 我還是也好無聊 我想看留言 掰掰